杨蜜和张彬彬领剑主演的帮风演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现在荧幕大佬逐渐接近傍露 安静和马上等人火力全开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 网上讨论最多的人就是十分神秘的沉睡者 是不是成蕾 其实我们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只不过剧中还没有正式的说明 潜伏在鼎华的商议间谍就是成蕾 本以为成蕾曝光后 这部剧就可以接近尾声了 但没想到最终还有一位最神秘的人 我们通过种种线索发现 最终最大的头目其实就是马上的父亲马俊海 当初马上想进入鼎哈集团的时候 因为年龄问题受到了牵制 这时马上的母亲就叮嘱马俊海 可以去找一找苗焕阳 马俊海曾经和苗焕阳是生意上的伙伴 马俊海向苗焕阳说明这件事情后 表现得十分重视 甚至还对马俊海说出了马上是自己人 这一细节上可以发现 马俊海的身份绝不仅仅是运输司机那么简单 第二点值得我们生死的就是 安静曾经查过马上父亲的运输公司 查证的时候 发信账目非常干净 并没有什么问题 都说马上的父亲很适合做生意 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马俊海的生意并没有往大了发展 还是经营着一家小公司 最后一点是最显而易见的 如果马俊海真的只是马上的父亲 出场镜头应该不需要那么多 就像安静的母亲一样 周见的场面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并且每次出场都和苗焕阳 傅大勇贾长安等这些人有联系 现在可以说他似乎也不是什么擅长 运输公司老板身份的后面 说不定真的有一位重要人物 如果马俊海也是被人利用 或者真的在帮别人做事 那肯定就会十年前安静父亲出车祸 那件事脱不了关系 真的是这样的话 安静岂不是被他骗得好强 想必马上也说不出任何话 等待了安静十年的马上 最后的感情也会不知东流 还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呢 朋友留言我们一起讨论 点赞关注走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吧